Hello,这里是Sopping Star 本期视频是冠之雪原的第七期攻略 同时也是第九弹的坑位攻略 前八弹年代比较久远 今天我整理了冠之雪原中的五个龙系坑位 加上巨金怪的坑位 并且简要介绍坑位中出现的精灵和特性 首先我列出五个龙系坑位的走法 第一个,球湖湖畔龙坑走法 选择地图,飞到地图下方的巨树丘陵 右拐之后下海 下海下海 鲤鱼王跳出来 一直到最里边 最里边湖中间有一个坑 这就是第一个龙坑 第二个,巨人睡榻龙坑走法 选择地图,飞到地图左边的巨人睡榻 前面这个位置有两个湖 左边这个湖下去 然后上坡这个洞就是第二个龙坑 第三个,洞海的龙坑走法 出了地图右边的海明洞窟 来到洞海之后 左拐下海,继续左拐 在呆呆王洞穴的前方即是第三个龙坑 第四个,三叉平原龙坑走法 选择地图,飞到地图最右侧的三叉平原 也就是电马桶跟龙马桶的这个神殿门口 来到这个地方一直往右拐 这里拐角处的这个坑即是第四个龙坑 第五个,通顶雪道龙坑走法 选择地图,飞到地图最上方的王冠神殿 之后回头进入通顶雪道 这个地方有三个坑 等一下我会一一介绍 右前方靠墙的这个坑 就是最后一个龙坑 冠之雪原和凯之孤岛一样 西游紫色光柱中的精灵 是必定梦特性的 以上五个龙坑会出现的精灵是一致的 红柱中可以抓到固定普特的迷你龙 而紫柱中可以抓到固定梦特性的快龙 快龙的普通特性为精神力 梦特性为多重鳞片 两者皆有好处啊 以前精神力特性的宝可梦不会进入畏缩状态 但是从第八代开始多了一个新的效果 就是该特性的宝可梦不会受威吓的影响 这个改动让精神力的选择余力更强了一些 但我还是更喜欢梦特性多重鳞片 因为这个特性实在太变态了呀 HP全满时受到的伤害减为原来的二分之一 只要满血就能发动 快龙双方本来就接近一百 配上这个特性不知道又肉了多少 而且拥有这个特性的精灵只有快龙和洛奇亚 洛奇亚呢是什么级别 虽然对战不咋地 但好歹也是印在金银封面的一级神兽啊 快龙一个准神居然有一级神的特性 这不用多重鳞片都说不过去了 另外剑板玩家在这个坑可以抓到暴飞龙 红柱概率出梦特性 子柱固定为梦特性 而盾板玩家则可以抓到猎咬路沙 同样是红柱概率梦特 子柱固定梦特 说一下这两个精灵 暴飞龙 普通特性威吓 梦特性自性过渡 打死对面一个加一级武功 这个特性组合你有没有想到什么 没错就是暴鲤龙啊 暴鲤龙也是普特威吓梦特自性过渡的 所以你想走强化催对流 就选择自性过渡 其余情况就选威吓 个人还是推荐使用威吓特性的 有威吓特性的宝可梦 全部都上天花板了 然后是地龙 这是精灵普通特性沙隐 在沙暴天际中闪避率提升20% 梦特性粗糙皮肤 谁用近战攻击打你 谁就掉1%的血 弹弹弹把你给弹死 粗糙皮肤 这算我输吗 如果想配合杀暴走独狗路线的话可以选杀蚁 其余情况的话就选粗糙皮肤吧 这个发挥比较稳定 个人推荐粗糙皮肤 另外这个龙坑还能刷出超级巨鲤钢龙啊 概率相比以前的旷野地区有所上调 几乎每刷一小段时间就会出一个超级巨鲤钢龙 我们最后来说通宁雪道的旁边这两个坑 首先刚刚下坡之后的左手边的第一个坑 是超能系的坑 紫色光珠中可以出巨金怪 巨金怪普通特性横颈之躯 梦特性青金属 那肯定是选横颈之躯的 多龙的特性啊这个是 横颈之躯不会被对方降低能力 但是这个坑子柱刷出来的必定梦特 所以你们抓完之后可以自己去孵蛋 孵个普特 或者再到前面这个坑里抓 前面这个坑是钢系坑 红柱可以出小型的普特巨金怪 另外还有波士可多拉 大王铜像等等 紫柱中还多出了一个超级巨大王铜像 我们提一下波士可多拉这只精灵吧 普通特性结石或者坚硬脑袋 梦特性重金属 物防爆炸的高啊 有180的物防 但是特防贼低 属性严加钢 这个属性很不好 有两个四倍的弱点 四倍弱格斗 四倍弱地面 两个四倍的弱点就让它难以翻身了 所以如果是真爱粉的话 可以选个结石特性的 弥补一下容易被秒的这个弱点 好了 雪原第七季的攻略也是结束了 喜欢视频的话可以帮我点个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高さwal那种 Yankees 先拍电呢 illon悉 分宅